嗨,我是Kopa 為您帶來的是月中限定 Rising Sun的泰格伯朗 無愧月中限喔 怎麼講無愧 看看喔 同樣五拍子球員 跟三三純一樣 當然跟三三純不同的是他是攻三防二 意思就是他強的地方是攻擊的三項 然後防禦兩項 三三純剛好不一樣 攻擊兩項 防禦三項 我們來看看他的內容吧 這個是三個位置 OMF、DNF跟DF 然後戰力64329的蘇維爾泰格伯朗 速屬性 然後我們來看他的隊伍技 海外球員全能一直20% 這沒什麼用 然後被動很可怕的渾身一擊 是增加必殺技威力 請注意是必殺技威力不是能力而已喔 必殺技威力是比能力還好 提高50% 然後新的必殺技雷獸傳球 威力455 我們看他前人第一個是半 三名以上速屬性海外球員全能一直加3% 不是很高 然後第二項是幫卡爾茲加5% 第三項則是 傳球給斯奈德之後 斯奈德下一次選擇指令能力值加7% 然後第四項是他與日項對決的時候 他本身可以再加20%的能力 當然這個沒有對決到的話 這個項前人就等於白費了 然後最後一個是能力值降低耐性就是盾牌了 4.5%的盾牌 3跟4.5 我給他下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射門 射門等於基礎性大空椅 你絕對想不到這個月中限定不是前鋒 當然他也不是 專職的OMF 他有三個位置 但他射門能力可以等於基礎性的大空椅 就是限定的喔 然後渾身一級必殺50%太威猛 這個是優點 但同時也是缺點 我有講過 如果你有一下能力加百分比加的太多 當他沒有的時候你衰退的就是越多 他就是這個情況 加50%很高 但是沒有加50%的時候就很低了 然後是半低 就是3 實在是有點可惜 當然目前都是在加半的風潮啦 比較沒有人來做扣半 所以盾牌4.5 未來會有用 但目前 加3%是屬於偏低的 那4.5%就沒有什麼幫助 我給的抽卡建議是這樣 雙圈 建議擁有 不論你有沒有施耐德 我都建議你可以抽他 因為他的能力只真的是5拍球員 球員數據計算說明在這裡 中文 英文在這裡 接著來看他的數據 我們的主角 泰格伯郎 射門 然後對照組是 施耐德 那放施耐德的原意呢 是因為他 可以被 這兩個人加成嘛 所以 剛好也可以借這個表 來看看他的數據可以到哪裡 那我們先看 泰格伯郎 這個475的雷獸射門 然後最高威力23萬 他是渾身一級嘛 所以體力20%以下剩15.3萬 然後他對照組 施耐德 三人合體射門545的威力 最高 25.6萬 一個加3 一個加7 然後最低是24萬 因為他是大敵當前 所以體力80%以上 是24萬 20%以下是25.6萬 好我們來看看 首先是洛林園山 這個接球 23.4萬 應該是沒問題 那這個22.5萬是指 第一個 就是體力是完整的耗掉的第一接之後 Z等於SGGK的第二接 22.5萬 然後體力20%以下 19.5萬 看起來 第二接之後就有 危險了 想不到 那如果是 施耐德很可怕 25.6 這個只要進到進去 我可能第一級 就有辦法吹飛 洛林園山 非常可能喔 當然 只是24對23.4啦 還是有可能被接到 但也有可能吹飛 我個人是這樣看 那接著是卡劉薩斯 這個 23.1萬 來接 泰格伯朗的 23萬都非常危險了 那第二接的話是 22萬就 更危險了 然後20%以下的體力 是17.8萬 那如果是施耐德 24對23.1已經超過了 即便是同屬性超過都很有 可能就直接進球了 接著是赫蘭德茲 領先或平手 是20.7萬 那落後 是22.9萬 那我們看看 22.9萬是基礎性 來接泰格伯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接這個施耐德 我想24萬沒問題 但是最後的25.6萬 我覺得 22.9也不是很穩喔 但我想 有接到的機率 有接到的機率 但是可能 被進的可能性更高啦 接著是 洛島金劍這個最新的守門員喔 他是替補上場21.7萬 那 先發的話就是17.9萬 其實他的數據 不是很突出 但是可以說是 保證數字 他是擊球型的 也就是說 他只要替補上場 不管是第幾次擊球都是21.7萬 他不會變化 不像 洛林啊卡流薩斯數據都會下降的 你可以看到都會下降 然後這個 賀南德茲是 隨著比分變化有可能高有可能低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 艾斯帕達斯 這個艾斯帕達斯是 面對前鋒22.6萬 那這個不是前鋒嘛 所以是 面對非前鋒就剩20.8萬了 那假設這個施耐德正在非前鋒OMF 那要進他應該是蠻容易的 不過要注意他是技屬性 他跟這個賀南德茲一樣 他對速屬性的 這個射手是有一定的抵抗性的 你也沒有說保證 像這個23 可能第2級就只有剩20或21 就不見得能進這個技屬性的守門員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 最後一位是 洛林元山 仍然是洛林元山但是舊角 前人覺醒 你可以看到他是近區 面對海外 假設是近區外24.2萬 近區內也有22萬 那這個施耐德是一進進區 不管哪一個點都是一樣的威力 如果是24我想 22應該還有機會啦 有機會接下來 但是如果是25.6我認為 這應該很難喔 在近區內22要25.6 真的是蠻難的 但他接泰格伯朗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接著是 盤球跟傳球 盤球最高19.5萬 最低13萬 最低已經到很低了 然後 傳球是21.5萬 最低14.3萬 那他對照組換人了 這個就是跟他一樣 五拍球員的 三三純 這個月底限定 我們來看看三三純 盤球 20.1 一樣渾身一級 最低15.5 這兩個都比 泰格伯朗好 然後傳球 出現這個逆轉喔 傳球最低是比泰格伯朗好 可是最高 泰格伯朗比他好 哇 泰格伯朗的傳球非常強啊 我們來看看他面對 第一個 對決對象是 松山光 這個月底限定 他是大理當前 體力80%以上是17.4萬的 鏟球 然後 體力20%以下是20.9萬的 數據 面對這個19.5萬 我想 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不過 17.4面對19.5也許會 這個鏟不下來喔 畢竟他是速屬性克制力屬性 但是到了20.9我想 即便屬性應該也是可以 鏟下這個泰格伯朗 但是前面體力多的時候恐怕就 有點難度囉 然後接著是這個新的 卡爾茲 他是基礎性 他是 體力越少 能力越強加了50% 可以看到一開始14.6萬 那肯定產不下來這個盤球了 所以 這個泰格伯朗要 面對他自己的隊友好像沒有問題 但是 當體力少到20%的時候 他的產球來到19.8萬 要產下這個19.5萬就沒問題了 而且 他是越來越強 他卻是越來越弱 因為他是渾身一擊 接著是這個 就是對照組 三三純 三三純的產球 最高威力19.8萬 產下他 應該是沒問題 雖然屬性是輸 不過目前看起來數據是贏 我想產下的機率還是蠻高的 這個體力減少是到15.2萬 不過兩個是一起減少 而且泰格伯朗衰退的幅度會更快 所以我想 三三純面對泰格伯朗應該是有一定的產球的能力 那我們接著來看 這個傳球面對斷球 奎欣武 這個基礎性的奎欣武 渾身一擊最高18.8萬 我想因為是基礎性克制數屬性 他要攔截這個泰格伯朗 應該是有機會 但是再下降的話 我覺得 他的 就機率可能是一半一半喔 畢竟 這個泰格伯朗下降的會更快 奎欣武你看 下降到15.7就停了 他是一路往下降到14.3 最主要還是屬性他是輸奎欣武 我想泰格伯朗還是盡量避免 面對奎欣武吧 然後是技屬性的 卡爾茲 可以看到卡爾茲 一開始16萬 體力減少之後會到21.7 16要攔21.5可能沒辦法 但是21.7 已經是碾壓他的 最高數據囉 接著是 真我又二 這個真我又二 他的斷球呢 有19.1萬 但是必須在 這個區域 這是關鍵區的意思 關鍵區19.1萬 然後他還有一個能力是 對方的必殺技比他高的話才有加成 那這個我已經加成了 因為他的斷球的必殺技威力是輸 這個傳球的威力 然後這16.4是不在關鍵區 那就少很多了 接著我們來看泰格伯朗的鏟球跟斷球 鏟球 這個威力455在這邊 最高威力19.3萬 最低12.9萬 然後斷球最高19.6萬 最低13.1萬 你可以看到他的最低都是非常的 算是低於水準 就是一般來講我們講15萬以上的話 算是一個 中等的球員 18萬以上已經是非常優質了 那現在已經 水準已經拉高到可以20萬了 所以你說13萬12.9萬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差 我們來看他對照組 3三純 19.8贏 然後最低15.2贏 然後接著是 這個斷球20.3 也是贏 最低15.6也是贏 所以畢竟這個是月底限定 這個只是月中限定 還是 3三純是比較強的 我們來看看泰格伯朗面對 這個遊戲內很厲害的盤球型的 納德雷莎 全力狀態 19.5 非全力17.6 其實以他速屬性來講 不論哪個狀態 他都可以產的下來的 接著是 米凱爾 也是 差不多 這個全力狀態20.2 非全力狀態17.7 我相信面對這個速屬性的泰格伯王 也是討不到便宜了 然後是 三三純 這個盤球高達20.1萬 隸屬性 速屬性 簡單講這三位隸屬性在遊戲內 可以說是前三 當然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是 技屬性的 維克多尼諾 因為比較少人用 就沒有擺出來 這三位我看都沒有辦法過他的鏟球 那我們接著來看 他的斷球面對這三位 首先是松山光的傳球 20.9萬很高吧 這個是大敵當前 17.4的時候呢 當然是過不了19.6 20.9是隸屬性 我看也過不了這個19.6 蠻慘的 這個是月底限定 那我們來看同樣是月中限定的 史基尼 這個三角短傳 全力狀態21.1 19.6 21.1 我認為不可能過了啦 但是他會衰退 他是只要全力狀態就是固定21.1 非全力17.4 我想只要他衰退到17萬左右 21.1要過應該是可以 然後接著是皮埃爾 他也是20.3跟18.9 略輸史基尼 所以同樣的情況 如果今天泰格伯朗沒有消耗掉 體力到80%以下 基本上 這三位都是過不了他的斷球的 好我會給的極限突破建議在這裡 當然我是希望這個泰格伯朗還是偏防守就好了 當然 如果你覺得 你希望他進攻好一點你就選第二個 這個是 鏟球斷球 那就是不考慮攻擊 不過說實在話 他的傳球是目前遊戲內第一 如果放棄的話我覺得也很可惜 所以我會覺得第二個 可能會比較適合 大部分的人 就是他四項 盤傳 鏟斷 都加強 是平均加強 就不考慮射門 當然如果你今天很厲害抽到很多隻 那我恭喜你 或者是你有錦初寶 我覺得是可以用在他身上 雖然他是 就是輸三三存一點點 不過還是應該蠻厲害的 接著是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射門 我們來看看他 輸 布萊恩 這個布萊恩克萊佛特 這個是預測得勝 然後是贏 大空益 我剛才在前面就提到他是等於 所以他們兩個數字很接近 他只是小贏大空益 然後他當然也贏 賈太郎 很強吧 他是一個 怎麼講呢 OF、DF、DF三個位置 他的射門能力已經贏這兩位限定球員了 我們接著來看 另外一個射門是 同場加印 就是 施奈德拉 他直接串升目前第一 然後他是贏 原本的第一名就是 日向小次郎 然後也贏 山塔納 也贏史基尼 這個是永不放棄的心的第三次 這個山塔納也是第三次 想不到這個 經過這個泰格伯朗跟 卡爾茲的加成 再加上這個合體射門的威力 這個施奈德馬上就變成平射第一了 接著是盤球 我們的主角 泰格伯朗在這裡 他是贏迪亞斯 然後輸 納德雷莎 全力狀態 然後也輸 三三純 這個是 渾身一擊 然後傳球 剛剛有提到他是目前遊戲第一 在這裡位置 贏 松山光 也贏 三三純 也贏 澤天猛 然後是 鏟球 他在這裡 是輸真我優惡 我特別把他跟DF比 因為DF的鏟球是最厲害的 可是你看看他的鏟球 其實比起他們也是輸一些些而已啦 你看這個是這麼強的是 三三純嘛 這個DF DNF 然後拖廊 拖廊是面對球團跟面對日本 然後是真我優惡 是面對球團 然後 就是他了 真的是蠻厲害的 以這個鏟球來講 然後斷球 你看他贏格薩 格薩是這麼多人在使用的 DF角色呢 然後他 輸 布魯諾 渾身一擊 也輸 艾美城 艾美城是預測得勝跟關鍵區 都有加成 他是兩項加成 最後以這個畫面 來做一點總結 就是他最新的雷獸傳球 這個球員 既然是五拍球員絕對不是落腳 只是說你希望 五項都強的話你一定要 突破到三次以上 甚至是四次 就是超越極限 所以這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那當然 以他的全面性來講 盤蠶 船 斷 這四項 都在這個一定的水準 甚至可以說是優質的水準之上 你抽他絕對是不吃虧 他唯二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 防風硬技能 然後呢 他的體力呢 這個加成實在是 渾身一擊加了 50%加太多了 當然加的多是好啦 但是相對來講 他的 本體的數據 一定就比較差 所以這個 剛才各位也看到了 如果今天體力到20%以下 他的數據是很低的 那在這個過程你就要去注意了 其實你把那兩個最高跟最低 這個 加起來除以二就是他 中間的數據 就是體力50%的數據 你就要注意到說 他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能夠應付大部分的攻擊 所以你要小心控制他的體力 如果控制得宜的話 他在場上就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不管誰對到他 都是有風險 那當然 今天你還是需要猜拳 因為你沒有封印 你也沒有防封印 他如果比起切斯特來講的話 是需要比較靠運氣的 切斯特的話是可以靠封印 可以減少猜拳的這個 機率嘛 因為猜拳就是二分之一的機率 有可能贏有可能輸 像他的話 實際上以他的數據 在場上來講 只要猜對啦 大部分的球員都不可能過的 只要他猜對 不管是他猜盤球 猜 鏟球 或猜 鏟球 或猜斷球 只要被他猜對 你這個動作大概都會被他斷下來 或者是被他鏟下來 或者是他盤球可能就盤過你之類的 額外的bonus就是 他可以射門 就是這樣子 我是不會那麼期待他的射門 不過他的射門真的也不弱就是了 如果你先有斯奈德 更好啦 把他們三個湊在一起 再加上卡爾茲 蠻happy的 因為 你看他 又幫卡爾茲加5% 又幫斯奈德加7% 不過我自己是沒抽到他 以上是我對他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们下期再见